Hello 我是Head for Nice Farm 的LICOLE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圓球形插花 是一個最基礎的插花練習力 首先預備一個盤 紅玫瑰、金絲土 還有茄莉葉 先把玫瑰 第一支插在正中間 在正中間的插花最高位置 第二支玫瑰 水平插在盤旁邊 第三支插在盤旁邊 現在在底部 就像一個東南西北 四隻角插了玫瑰 最橫向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好 接著 之後的花就四十五度 斜斜地插進去 這樣就和頂和底的枝花 成為一個比較圓的弧度 可以在角位置插進去 這四支四十五度角都插進去 之後 然後繼續在旁邊插進去 椅子插進去 一邊插的時候 可以用手掌去量度一量 看看它的弧度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覺 如果不是你想要的材料,就要拔出來重新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玫瑰插完之後,開始插入金絲肚 填補玫瑰和玫瑰之間的空隙 然後插入油加利葉在玫瑰的中間 插入金絲肚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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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入玫瑰形插花 重點是花材比較平均分佈 即是說,玫瑰有一邊的花全部都是油加利葉 你見油加利葉,我都是平均分佈在花不同的位置 然後插入金絲肚子 這時候,我將水平線的玫瑰 插入金絲肚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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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在盤底部加入葉和陣花 這個圓球形拆花就完成了 你也快點來試做一下